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在大约2.3亿年前,地球上曾发生过一场持续下了200万年的大雨。 极端的气候不仅导致一些物种的灭绝,更是直接将恐龙送上了地球霸主的宝座。 这就是可怕的卡尼奇红基事件。 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早在三叠纪时期,当时的地球大陆并不像如今这样松散,而是一块拼接在一起的盘古大陆。 由于板块间拼合得过于紧密,使其面积十分的辽阔,从而导致来自大海的水汽难以跨越如此广袤的陆地。 以至于这段时间几乎是陆地动物诞生以来最为干旱的时期。 而多半数的陆地也都是由少数低矮耐旱的石松和绝草所构成的西松草原。 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也使得陆地动物普遍比较挨短。 由于当时火山活动非常的频繁,起初海洋中有很多浮游藻类可以平衡地球的二氧化碳机制。 但就在晚三迭纪的卡尼切,位于现在的加拿大西海岸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兰格利亚大爆发事件。 一系列超级火山断断续续喷发了数百万年,每次喷发都有上一吨的二氧化碳涌入到大气层中。 这不仅导致了海水的不断酸化,严重抑制了藻味的生长,同时还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温室效应。 最终在2.3亿年前,当地球温度突破到了临界点时,大气环流突然暴动起来。 炎热且混沌的风暴开始席卷全球,并裹挟着大量水汽的洋流以雷霆之势吹遍整个大路。 而在这片极度干旱的盘古大路深处,也开始降下了一场久违的大暴雨。 随着气候的持续潮湿,不仅使这场大雨中年不休,更是在短短数十年间彻底改变了整片大陆的面貌。 各种矮小的绿植如雨后春笋般的疯狂生长,曾经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草原也逐渐变成了森林,而地球物种也开始发生了重大更替。 之前那些因干旱而演化出只能啃食绝草的矮短动物,因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逐渐走向灭绝。 而恶劣海龟以及哺乳动物等开始登上地球历史的舞台,同时还吹响了终生代最繁盛的脊椎动物恐龙时代的号角,并在之后演化成为了地球的霸子。 而纵观这场持续两百万年大雨的卡尼奇红基事件,不仅使地球重新恢复了生机,同时也开启了地球生命演化史上的全新纪元。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 将继续带来更多的刺激 Vert